所謂麻煩你們不要用擴音器 中午讓大家休息可以嗎 可不可以不要用擴音器 謝謝 不堪造勢聲響 上班族朝競選團隊破口狂罵 只見阿姨們急忙關掉擴音器 但民眾還是難忍怒火 繼續走到對街朝綠營助選人大罵 台灣的進步 可以不要用擴音器嗎 中午讓大家休息嗎 可不可以不要用擴音器 選擇我們的人 我們已經小聲了 午休被吵到睡不著 氣到不行 藍綠各打五十大阪 但綠營助選團隊高喊民主 卻對眼前民意視而不見 甚至還拖對接藍營下水 我請他們關掉了 我剛剛已經先跟他們講 我才過來的 選前最後週末捷運善導 四站周邊觀光客上班族人仇眾多 一個街口藍綠各自插起博選情 引發民怨應對民意態度大不同 而在桃園中壢這處路口 紅燈管制好幾分鐘 等手接車隊通過 民眾欺詐表罵 小美潛艇自家立委候選人 掃街車隊行進路口車輛喇叭神四起 伴隨民眾怒獲四射 不滿手勢 咆哮怒罵 原來是嬌管紅燈實在燈太久 還是要向一些受到影響的民眾人出身致歉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喔